比国围捕巴黎恐攻犯 枪战避疫嫌两落网 大批军警重装上阵 嚼急的家长两盟赶到被关闭的学校接回孩子 比利时和法国警方15日联合在布鲁塞尔搜捕 去年11月造成130人死亡的巴黎恐攻事件嫌犯 锁定嫌犯所在出后 警方一到场 公寓内嫌犯立刻以强大火力回击爆发枪战 过程中有4名远警受伤 一名嫌犯尝试逃出公寓时遭到击毙 但有两名嫌犯从屋顶逃脱 当局表示恐攻主嫌之一的沙雷阿迪斯兰 并非这次行动目标 之后警方封锁周围区域 稍晚再加大封锁范围 要求居民待在屋内 并关闭附近小学继续追捕 昨天终于捕获逃逸的两名嫌犯 动新闻总和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范围区域 字幕志愿者 杨范围区域 感谢观看